由華麗晴陽所造這個關懷列車丟臉會 現在時尚在臺灣國地 基盤很多幫助社會流水活動 日前跟英雄區的立場連營會 作為基盤支柱主審暗會 由身心人數和企業來領導 邀請在地流水家庭 也許是土地老人前來享用 讓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來自社會溫暖 由華麗晴陽所發起的關懷列車丟臉會 現在正在全臺灣國地 既然幫助禄水的活動 這天來到英雄的公信宮 既然有一天出生暗會 現場中開了八十八道 邀請來禄水家庭叫獨家老人 情來享用 我們的原油是 我們那個藝人秦陽大哥 他一個很好的思想idea 有一個關懷列車 在我們全省在做一個關懷的系列活動 然後他找到我們永康 是我們剛好我們廣新公有 長大的廟地覆地來舉辦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由我們當地議員 李錦議員 林陽宇議員 以及眾多的議員 還有社會團體的制度下 舉辦這個活動 採遊各界的認桌的方式 然後捐獻出來給我們的弱勢家庭 來現場用餐 然後看我們的娛樂表演跟物資的發放 他的就是人家說 他專性的藝人有心 企業有愛 他尷尬的就是 台灣專性的弱勢團體 這個價值又好 來辦桌 讓他們一個溫暖 這樣啦 所以他們這些藝人很有心 今天主辦單位 我們理長 我們會長 跟我們英雄三位議員 就我 我本人 還有雄長城 林立信 我們來參與這個活動 基礎是採用林杜的方式 由於生死、林輸或是說企業 來奉獻自己的愛心幫助別人 這天也邀請了很多家人 來到現場表演 和氣氛相當的勞結 已經準備了很多部主要來發送給大家 所以說這是簡單的明星用品 不過裡面的愛心 可是一點也都不少 好密集的人 能夠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溫暖 接下來就是英雄區 蔡鳳伯德